以下的錄音內容都是一位網友提供 抱歉我的聲帶有些問題 因為胃酸過多灼傷喉嚨 希望大家包容 這位朋友因為看了我說冷熱水肉的好處 他嘗試了很短時間就有效留言給我 我先說冷熱水肉的好處 這是一位吳永治醫師介紹 他是在加州的 他說一個星期之後你就不會再怕冷 根據吳醫師的介紹 他說這是一個很刺激的淋浴法 一時冷一時熱 但是他的功效可以增加我們的血液循環 以及令你沒有那麼怕冷 對冷有抵抗力 這個方法就是很簡單 但是它就是淋浴 不是用浴缸做浴 先用熱水淋浴2至3分鐘 然後改用30秒的冷水 這個冷水並不是叫你立即很冷的水 而是要將熱水喉慢慢關閉 讓水由熱變暖慢慢才轉涼 不是忽然間關得很緊 熱水沒有了 立即就很冷 容易冷了 是慢慢慢慢轉水溫 總共是做四次 四次之後 你一個星期就會發覺沒有那麼怕冷 當你覺得你一轉的時候 你可能都會覺得冷 吳醫師提議 如果你是怕冷 就把你兩隻手夾在你的翼下面 腳就不停跳動 避免你身體的熱度忽然間這樣散失 但是如果你沖乾的用淋浴 你怕會滑到 最好你在腳下面 放個洗澡乾的浴墊 不會滑到 這個方法一個星期就會很見效 有位網友看了之後 他就嘗試了 他就是在加拿大的 我們加拿大的凍水真的冰冰入骨 你不能用全部凍水 但是我提現這個方法 就是大家是用暖水 慢慢轉到比較涼 是跟你開始沖的熱水裡面一個分別 不是去到全部凍水 這位朋友他試了幾天之後 他就留言告訴我 他是一個鼻敏感很嚴重很嚴重的人 他試了幾天之後 他感覺舒服了很多 他說雖然不是100%全部好了 但是已經不再流鼻水了 他說很開心 謝謝我 其實在加拿大很多人都有鼻敏感 特別是天氣變 一冷一熱的時候 或者夏天的花粉的時候 他們一早起床就會痕 又流鼻水 有時候鼻塞 又會很不舒服 有時候骨頭氣也是比較吃力的 特別有時候眼水也會流出來 所以這個鼻敏感夏天冬天都會有人飯 有些一早就打很多很多黑癡 這個問題很多要吃解藥 等你早上一敏感就要吃藥 但是他說用了這幾天的冷熱水淋浴 他的血液循環好了 他的抵抗力強了之後 竟然他還未完全康復 已經沒有流鼻水 這是一個很好的反應表現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也有鼻敏感 不妨試一下這個冷熱水浴 因為在加拿大冷水很冷 你就要小心嘗試 不是全冷 比你開始洗澡的時候 有個分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東南亞的地方 香港的地方朋友 希望你們試一下夏天的時候 用熱水或者暖水洗澡 慢慢調低溫度 直至冬天可以全部試用冷水 不用冷熱水也可以 我先生就是了 他的身體是很差的 不觸摸不觸摸 但是他自小就是用冷水洗澡 直到冬天也是冷水洗澡 到現在他的身體也是很好的 所以各位朋友 視乎你自己居住的環境 而決定你冷熱水的溫度 如果可以 值得你試試 你的抵抗力好些 你感冒也會少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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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